这期继续分享新娘94篇,在秦思雨的心里,张晓鱼不是笨,是有时候好冲动,这也难怪,从一个乡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到现在短短的时间内掌握了这么多的资源,这样的几率比重彩票还难,所以难免膨胀。 秦思雨的作用就是,在她膨胀的时候,就要适时地给她放放气,敲打一下,让她明白现实的情况是怎么回事,现在手里的这些东西是谁给她的,该怎么做才能保证这些东西长久,所以,这才是秦思雨的真实意图。 有些事情必须要说明白,但是有些事,就没必要说得很明白,男人嘛,都是要面子的,再小的男人也是男人,所以秦思雨给张晓鱼留足了面子,比如,刚刚同利化到自己的办公室送水的事情,这就是张晓鱼的小伎俩,她是要告诉同利化她和这家公司老板的关系,也就是和她的关系。 这是要让同利化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无论你在背后说我什么,向秦总汇报什么,秦总都会告诉我,这是对同利化的警告。 这些小伎俩,秦思雨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挑破了就没意思了。 张晓鱼将秦思雨送到了电梯口,为她按了电梯,然后俩个人又下了楼,一直把她送到了车上,要不是电梯里有监控,张晓鱼还会不老实。 因为她发现,这几天秦思雨的欲望,好像很强烈。 这个时候,她不发挥作用,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放在以前,她是绝对不会允许张晓鱼在办公室里干这事的。 因为一旦被人知道,她在公司里,就真的没法抬头了,虽然是老板,也要注意影响吧,否则,以后再找哪个男下属谈事,都会被人解读为老板又渴了。 好在是自己不在公司上班了,所以偶尔的放纵也是理所当然的。 张晓鱼推上了车门,秦思雨落下了玻璃,本来是想告诉她回去吧,都看着呢,再做就过了。 张晓鱼抢先说道,我明天要跟着领导去考察投资,今晚喂饱你,我今天白天养足精神,晚上好好犒劳一下你,还从隐清晨那里学到了不少新花样,晚上试试。 滚吧你,我才不要和她那样变态呢,你要是想玩呢,我得占诸道权才行。 秦思雨说道,啥意思?你想奴役我?怎么,不行吗?我也想试试当主子的感觉,准备好,今晚就拿你开刀,走了。 秦思雨得意地眨眨眼,说道,张晓鱼一直看着她的车在街道的尽头拐了弯,这才回头向大楼走去,边走边想她刚刚说的话,大太阳底下就冒了冷汗,女人的疯狂没人可以理解,也控制不了。 所以,今晚要不要去她家,张晓鱼心里在打鼓。 同利化一直都安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是耳朵和眼睛却一直都在注意着走廊里的动静。 看到张晓鱼回来,她立刻站了起来,在张晓鱼回到了她的办公室那一瞬间,她立刻拿了记事本和笔去了张晓鱼的办公室。 张总 同主任,什么事?张晓鱼无所谓地给自己倒了杯水,回头问道,刚刚,刚刚我去,秦总办公室,她说她没要水。 嗯,没要吗?刚刚她说自己渴死了,难道是我听错了?可能是我听错了?没事,你先去忙吧。 张晓鱼满不在乎地说道,可是,我想说,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求你和秦总说一下,别开了我。 开了你?谁说的?干嘛要开了你?你不是她花重金聘请来的吗?为这点事开了你,你想哪去了?张晓鱼问道,这是在我们原来单位也发生过,所以,我担心,我现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孩子上学的事还没解决,所以我,真的是不能失业,工作再多点,辛苦点我不怕,真的,你们,同利话真是有些怕了,因为刚刚她看到了秦思雨的脸色不好,所以她派因为这事再把她给解雇了。 虽然她是秦思雨找来的,但是她被找来是干工作的,是监督监视张晓鱼的工作的,而不是监视她秦思雨的私生活的。 秦思雨好歹也是个体制内的人,要是这是散不出去,那她肯定是要倒霉的。 所以,同利话的心里有些发毛,在想想自己家里那一摊子时,要是自己再丢了工作,那就真的完蛋了。 人到中年不如狗。 老板们的圈子里有个潜规则,要是年轻人干工作不好,千万不要骂她,凶她,要多加引导。 好生教育,不然的话,你一句话不合适,这些年轻人就撂挑子走人,但是对于那些中年人,你可敬骂,没关系,干得不好让她加班重做,她还不敢说什么,更不敢辞职。 因为他们不是他们自己,他们的背后是上有老下有小,没了这份工作,她要再去找其他的工作,一天没工作,她就一天没收入,房贷,车贷,老人看病,孩子上学,哪个不花钱,所以,你就是在欺负他们,他们也不敢撂挑子走人,当然,有大本事的除外。 同利话,算是有大本事的人吗?张晓鱼为了显示自己的老板派头,还走过去,抬手想要拍一下同利话的肩膀,可是同利话像是受了什么惊吓似的,一下子躲开了,这让张晓鱼很意外,也很尴尬,于是退回了自己的座位,坐下。 指了指对面的座位,说道,坐下说吧,刚刚我送秦总下去,包括刚刚秦总在我这个办公室里说了一会话,他都没说到你,怎么会解雇你呢? 你想多了童姐,好好干,我已经委托朋友,给你儿子找学校了,等我跟领导出去考察回来,估计事情也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办个转学手续就行了。 这么快。同利话一愣,说道,嗯,这点事不算啥,你放心吧,就算是秦总有什么想法,我也会帮你说话的,好了吧,别担心了,去工作吧。 张晓鱼说道,张总,谢谢你,刚刚我,我是不是反应过度了,主要是之前有个领导喜欢对女下属动手动脚的,所以我比较敏感,真不是针对你,你别介意。 同利话说这些话的时候,脸都红了。 理解,我以后注意点,刚刚是说得高兴了,所以有些得意忘形,我的错。 张晓鱼立刻就道歉了。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尊重的重要性就像是空气一样,如果想要获得一个人的好感,最先要做的就是尊重对方,每个人都一样,离开了别人的尊重,没法活下去。 不不不,是我反应过度了,所以。 张晓鱼笑着摆摆手,意思是,这是不说了,同利话也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 将桌子上需要张晓鱼看的东西都整理好,悄悄退了出去。 张晓鱼安心地在办公室里看了一上午的文件和各类消息,办公效率之高,前所未有。 乔赵蒂坐在郭维正的对面,嵌着身,身体坐得挺直,这样让她的胸前显得更加的饱满。 可是这些对于郭维正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她需要女人的话也不会像是乔赵蒂这样的货色。 再说了,年轻人更多的是贪恋美色,可是到了一定的年纪,权力才是男人的唇药。 没了权力,杨威是分分钟的事,再也没有精力挺拔了。 郭书记,这次去杨竹县,我带队就行,你是市委书记,市里的事,省里的事多着呢? 再说了,听说那边的交通不是很好,还要在山里开车,有风险。 乔赵蒂孝顺地说道,没事,我向老首长立下了军令状,这次杨竹县之行,必须要有所收获,投资是一方面,扶贫才是重中之重。 现在上面,抓的第一紧急的任务就是扶贫,所以,这件事必须要做好,否则的话,我怎么向老首长交代? 郭伟正摇摇头,问道,必须要您亲自去吗? 乔赵蒂问道,这话问得实在是没水平,乔赵蒂是想要表忠心,可是这表的实在不是地方,这是领导表现的机会,你老是和领导争傻,领导既然决定要去了,你最好做一些后勤工作,将领导的行程都安排得妥当一些,安全一些,舒服一些,这才是你该做的。 你老是想去代替领导出风头,你居心何在?果然郭伟正闻言眉之声,乔赵蒂立刻就明白了,自己这一记马屁拍马腿上了,于是闭口不说,再说的话,估计就会给他一蹄子了。 市政府后面那块地,听到什么说辞没有?郭伟正问道,说辞道没有,但是康书记的公子找了黄云鹏,就是云鹏地产的黄云鹏,想要让黄云鹏吃下那块地,然后转手卖掉,黄云鹏没办法,只能是接下来。 乔赵蒂说道,还有其他公司吗? 郭伟正问道,有,康公子为了把这事做得像样一些,吃相不至于太难看,还找了其他的几家公司,让他们都投标,但是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他们早就串通好了,所以,那块地,比较难处理。 乔赵蒂说道,郭伟正接着问道,都有哪些公司?我让他们把名单发给我,说完,乔赵蒂向办公室打了个电话。 让办公室把名单发过来。很快,名单就到了乔赵蒂的手机上,乔赵蒂将手机递给了郭伟正,郭伟正扫了一眼问道,这些公司规模怎么样? 都是一些小公司,没什么实力的,有实力的,一听说是康锦秀要那块地,都退了。 乔赵蒂说道,那不行,再给一些公司下通知,邀请他们投标, 尤其是要给这些公司的老板做做工作。这么干可不行,到时候土地拍出去了,价格那么低,怎么行? 这一次一定要做好工作。不但要看出的价格高低,还要看设计规划,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那这块地还不如堆个假衫呢?郭伟正说道,其实,郭书记,我倒是觉得,无论如何,这块地都不能给康锦秀,康书记不在市里了。 那位大师也说了怎么操作,要是康锦秀拿了这块地,他想怎么办,我们都不好说啊。 乔赵蒂小声说道,乔赵蒂这番话一出,郭伟正头上的青金一下子就鼓了出来,这一点,他倒是没想到呢。 当初大师来的时候也说了,当初将市政府的西南角作为人工湖的地址,就是按照当时这个大楼里最高领导的生辰八字测算的。 但是现在,这个大楼里的最高领导换了,所以他在家推演的时候,才发现,把人工湖移到市政广场正南方最好,各方有力,现在乔赵蒂这么说,那还了得。 其实这都是扯淡,要不是王启明花了大钱,那位大师怎么会闲得淡疼来找郭伟正修改规划,还不是看在钱的份上。 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这售后服务还真是不错,当然了,郭伟正可不知道这些。 当然了,就算是知道了,也会装作不知道,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同样的道理。 领导想听什么,想信什么,你左右不了,能左右的恐怕是只有大师了。 你说得有道理,但是这是怎么办? 郭伟正问道。乔赵蒂愣了一下,说道,这是交给我吧,我来操作试试。 嗯,把这事操作好,定下来最后的公司时,及时给我发个名单,我回来之前,你把计划做好给我。 郭伟正说道。 那行,没问题,郭书记,那我先走了。 乔赵蒂站起来说道,乔赵蒂走后,郭伟正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康锦秀这个混蛋真是欺人太甚。 他老子,在市里的时候,郭伟正也没怎么把他放眼里,现在居然愈发得肆无忌惮了,连这样的项目都不放过,真是什么钱都敢赚了。 小赵,给我联系美安泰公司,让他们老板来一趟市政府,我有事。 乔赵蒂回去的路上,一直都在思考怎么破局,带走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秦思雨。 秦思雨之前和康锦秀那可是不对付,所以,这一次他决定拿着骨头晃一晃,两边都戳一戳,让这两只狗咬起来,到时候,事情就好看了。 办公室通知了同利化,同利化又去通知了张晓鱼,张晓鱼此时刚刚看完一份材料,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呢,问道,谁找我? 张晓鱼接通了赵军阳的电话,两人差点成了仇人,但是现在却在互通消息,而且按照张晓鱼所设计的,他现在的确是尝到了甜头,房子车子位子都有了。 只要是在熬上几年,自己想要的东西都会在短时间内实现,所以,对于张晓鱼当初把他和秦思雨捉肩在床的事也不想计较了。 赵主任,有啥吩咐?张晓鱼问道,啥赵主任,是乔市长找你们老板,秦总呢?赵军阳问道,赵主任,你是不是皮痒了,还惦记秦总呢? 张晓鱼没好气地问道,啥叫惦记呀?我说真的,刚刚乔市长把我叫过去,让我通知美安泰的老板过来,他有事。 秦总现在基本不在公司任职了,现在我做主,有啥事,说吧。 张晓鱼说道,赵军阳一愣,问道,真的假的? 哎,你等会,我告诉他你们公司老板出差了,下午能回来,咱们中午碰个头,吃个饭,商量一下这是咋办,我再帮你探听一下他找你们啥意思,怎么样? 哦了,我等你消息,就再素颜吧,那里清淡点,我这几天肚子吃得不舒服,不想大鱼大肉的。 好,你等我,我这就去问问情况。 赵军阳说完挂了电话,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所以对自己的枕边人,乔昭帝也没必要瞒着。 于是一五一时的都告诉了赵军阳,赵军阳装模作样的腻外一会,然后出门立刻去和张晓鱼会合了。 但是,在路上他也在想,张晓鱼这小子真是不地道,搞了这么一大圈,原来是他自己想要对秦思宇下手,现在好了,秦思宇不管公司的事了。 把公司扔给了张晓鱼,这小子何德何能啊,真是个王八蛋。 但是骂归骂,当面他不敢说什么,明明知道自己被阴了,可是还得装孙子。 这段时间有了黄云鹏的加入,他好歹可以休息一下了。 而且,两人一起上的时候,还能在短时间内将乔昭地击垮,着实是轻松了不少。 想到这里,他不禁恶毒地想到了另外一个主意,要是将张晓鱼也拉进来,那亲爱的乔市长或许就能放他一马了。 哎呀,张总,我现在也得叫你张总了,这时间过得可是真快啊,一转眼,我们认识也半年多了吧。 看到张晓鱼,赵军阳笑着走了过去,问道,可不是半年多了,老赵,你又瘦了,怎么,吃得不好,还是要保持身材,这老娘们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张晓鱼问道,说着,张晓鱼递给赵军阳一支烟,赵军阳摆摆手,指了指自己的嘴,说道,不让臭烟,我戒了,也好,戒烟对身体好,管这么烟呢? 但是,我看黄总抽得还是挺得意的,怎么就让你戒了?张晓鱼言语道。 赵军阳闻言一喜,小声问道,你也知道了,现在他从来不让老黄亲嘴,嫌他有烟味,所以,就苦了我了。 这接吻也是个力气活,尤其是他吸得特别厉害,恨不得把我的舌头给拔下来。 哈哈哈哈,真有意思,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怎么感觉你和老黄,你们这差别也太大了点。 张晓鱼问道,谁骗你谁是孙子,你小子也不地道,我当时还真是被你唬住了,以为你是个正义的家伙呢? 闹了半天是个假仗义,说,是不是把秦老师拿下了? 赵军阳小声问道,张晓鱼深深地抽了一口烟,倒了杯茶递给了赵军阳,没回答他的问题,但是没有回答就是默认,赵军阳嘖嘖嘖了好几声,不管怎么说,羡慕的表情是异于言表的。 你小子,藏得够深的,忍耐力也好,居然能忍到现在,哎,我的秦老师,想当初,我也是相亲相爱的,那时候,我每天都给他读我写的情诗,到最后咋样,还不是完蛋了。 赵军阳叹道,你当时要是不和陈文涛搅和在一起,我说不定就不搅和你们的事了,出卖自己喜欢和喜欢自己的女人,不迟。 张晓鱼说道,赵军阳无奈地摇摇头,说道,哎,是啊,可是当初留校这时,对我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我没忍住,所以呢,这世道,你忍住了诱惑,可能一无所获,但是没忍住呢,可能是慢慢地收获,像我现在这样,不也挺好吗? 嗯,是不错,对了,那老娘们找我啥事?张晓鱼问道,新的市政大楼后面一块地要出让,他的意思是,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兴趣。 赵军阳问道,张晓鱼文言一愣,说道,这老娘们没安好心啊,那块地被康锦秀看上了,正在伙同黄云鹏要拿下来呢,这个时候在招惹我们干啥? 康锦秀是想要那块地,但是郭书记不开心,郭书记不开心,康锦秀还能拿到手吗?要是康锦秀懂事,就不该掺和,所以呢,郭书记的意思是,还不能明白地告诉他你不能参与,那不是打康文东的脸吗? 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走程序,你们美安泰也不是唯一的一家公司。 他说,还要找其他有实力的公司,都要参与竞标,到最后哪家公司能中标?那是后面的事。 现在市里要的是,你们这些公司不能掉链子,都得竞标。 营造出一副这块地很热火的样子才行,明白了吧?赵军阳问道,营造出一副很热的样子,然后再以高价卖给我们。 这算盘珠子,那是打得叮当响啊,厉害。 张小瑜说道,你想多了,乔市长的意思是,那块地给谁也不能给康锦秀,就这么简单。 赵军阳说道,张小瑜愣了一下,没吱声。赵军阳点了菜,等待的这个功夫,赵军阳身体前倾,看向张小瑜,小声问道,对那老娘们,你有没有啥兴趣,我可以带她出去,找个度假村之类的地方,一起玩玩,对你们公司,对你,都有好处,你是没见过,我跟她去了一趟北京,见识了她的人脉关系,当然了。 她是去替郭书记打点的,真是吓死人了。 谢谢你的好意,我对她真是没兴趣。 张小瑜说道,赵军阳点点头,说道,我知道,她无论是从气质还是样貌,都赶不上秦老师,但是她有秦老师没有的权利,而且,最近还有个好玩的事,你听了,一定觉得这个世界太荒诞了。 啥事?张小瑜看着一脸邪魅的赵军阳,意识到她可能没办好事。 市长徐岳彤,换了秘书你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了,我去市政府很多次了,哪能不知道。 张小瑜说道,徐市长的秘书叫胡丽丘,你猜乔市长怎么说的? 她允许我去暗地里勾搭一下胡丽丘,要是能把胡丽丘勾搭到手,我明年实习期满,可以直接提政科,是不是有意思? 赵军阳问道,卧曹,你们整天没事就琢磨这些了,还有点正事吗? 张小瑜赤道,那你告诉我,啥事是正事? 官场上,为了斗争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事,其实让我去勾搭胡丽丘,还不是为了将来,他能掌握徐市长的一举一动,对不对? 你说,这不是正事吗? 赵军阳一本正经地问道,卧曹,你牛逼,那胡丽丘啥反应? 张小瑜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如果胡丽丘沦陷,那徐岳彤那里,就再也没有秘密了。 还没啥反应,好像对我的暗示不闻不问,不懂事的,也可能是看透我了,不过只要是不撕破脸皮,我就得不停地试一试,仅此而已。 赵军阳说道,我看你是疯了,这事都能干得出来,要是被徐市长知道了,你小心你的脑袋。 张小瑜说道,我也是没办法啊,要是不按照乔市长的吩咐去做,我现在就得掉脑袋。 哎,秦思宇对你怎么样?赵军阳满怀期待地问道,还行吧,怎么了? 什么叫还行吧?我看是很行吧?你看,把这么大的公司都交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 居然说还行吧,咱俩走的都是女人路线,和你比起来,你简直比我高好几个档次啊,哥们,佩服你。 赵军阳端起茶杯,要和张小瑜碰一下,张小瑜没理他。 黄云鹏最近和乔市长关系怎么样?张小瑜问道,问这话的时候,他早就打开了手机的录音。 还行吧,时不时地就来一炮,有时候是我们三个一起来的三人行。 张总,我算是看出来了,这女人一旦是放开了,那真是收都收不住。 开始的时候,乔市长还真是有些放不开。 现在呢,我一个人他都觉得不过瘾,我想退了,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想走走不了。 现在都需要吃药了,再这么下去,我担心我将来我可能生不出孩子来了,纵欲过度。 赵军阳说道,没关系,你放心吧,你生不出来孩子,我帮你。 张小瑜玩笑道,切,有本事你现在帮我试试怎么样,我约个时间,我们开车去外地,找个度假村,晚上一个周末,如何? 等回来了,你在市里有什么事情,那还不好说,你看看老黄,他是怎么起家的,还不是乔市长一手拉起来的。 赵军阳说道,张小瑜抿了一口茶,说道,你是不是在给我挖坑呢? 别说我没这爱好,就是有,我也不敢去,要是他上瘾了咋办?我这东西,可是会上瘾的。 赵军阳白了他一眼,没理他,但是眼神的意思,张小瑜读懂了,那就是张小瑜在吹牛逼。 一餐饭之后,张小瑜回到了公司里,等着下午去市政府见乔昭帝,这期间和秦思雨通了电话,说了一下他见赵军阳的事情,还开了他的玩笑。 秦总,赵军阳想你了,还怂恿我说要和你一起来个三人行。 你疲仰是吧,你给我等着,晚上看我怎么收拾你,再胡说八道,我把你的是舌头薅出来。 秦思雨阳怒道,好好好,不说了,是我的错,对了,那我下午去见乔昭帝怎么办? 还是按照我说的那样,我们不参与那个项目,我们把丽狐明珠做成高端住宅,其他的项目先不急,我们要暂时地收缩战线,先要活着,才能继续做其他的事情。 明白了吧,乔昭帝没安好心。 秦思雨说道,我明白了,拒绝。 张小瑜说道,嗯,你想想怎么说得委婉一点,我们也不想得罪她,这个女人, 逮读得很,不好惹,躲着吧。 秦思雨说道,好,老板,明白了,嗯,晚上早点回来。 秦思雨最后一句话说得非常小声,不知道是因为羞涩还是因为那边不太方便。 乔昭帝中午要休息,所以虽然张小瑜去得很早,可是要等到乔昭帝上班才行, 于是她就去了徐月彤的办公室,徐月彤也回去休息了, 但是狐立秋却在呢,见张小瑜进来,愤外意外。 张总,怎么这时候来了,徐市长还没上班呢? 我知道,就是过来做会,乔市长要见我,他还没来,我在这里歇会。 那我给你倒杯咖啡吧,下午见领导有精神。 狐立秋倒是会做人,说完就去给他倒咖啡了。 哦,谢谢,工作怎么样,都习惯了吧? 张小瑜接过去咖啡喝了一口,问道。 嗯,差不多了,徐市长肯教我,所以我进步快,基本都掌握了,还在学习中。 狐立秋也会说话,自己的进步都归结为领导的教会,不知道是不是狐清禾教他的,还是他自己领悟的,要是自己领悟的,情商还真是高啊。 狐秘书,问个私人问题,你有男朋友了吗? 张小瑜问道,以前有过,现在没了,单着呢,张总要给我介绍男朋友。 狐立秋笑道,不是,就是问问,对了,这是政府里有没有追你的男生。 张小瑜问道,嗯,没有吧,反正我没注意这些,我这刚刚来,两眼一抹黑,工作把我搞得昏天黑地的,我哪有时间考虑那些事啊。 狐立秋说道,也对,不过你要注意,谈恋爱找一个单位的,领导很忌讳这时,因为你是徐市长的秘书,所以,恋爱方面更要注意,如果是本单位的,我觉得,这是要是真有的话,你得和徐市长说一声,算是抱个背,不然的话,领导知道了,可能会有想法,那就不好了。 张小瑜说道,狐立秋也不傻,一下子就听出来,张小瑜的话里有话,鉴于张小瑜和徐市长之间的关系。 所以,狐立秋对张小瑜的话也不敢掉以轻心,不由地问道,张总,您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没有,这不是话赶话说到这里了吗?你这么年轻,有这么好的条件,跟着徐市长一定是前途无量,所以,你得谨慎一些,这样对你的前途那是有好处的。 当然了,我就是多嘴这么一说,你别介意,我这可不是干涉你的私生活,只是提个醒。 张小瑜说道,好,那我谢谢张总了,我会注意的,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 狐立秋一边琢磨张小瑜的话,一边自我检讨自己哪里做得出格了,可是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一杯咖啡喝完,赵军阳给张小瑜发来了消息,乔市长上班了,刚刚到办公室,他现在可以过去了。 张小瑜站起来,将咖啡杯放回了桌面,说道,谢谢胡秘书的咖啡,我先走了,看看时间,待会再过来一趟,拜拜。 张总,慢走。 狐立秋将张小瑜送到了门口,看着张小瑜进了电梯。 张小瑜的胳膊还是有些不得尽,所以基本所有的动作都是右手在做。 路过赵军阳的办公室时,张小瑜还和他交换了一下眼神,于是敲响了乔昭帝的办公室门。 乔昭帝看到张小瑜的第一眼时,就发现他的左臂像是废了一样,一动不动,连走路都不带晃动的。 乔市长,您找我。 我也是刚刚听小赵说,美安太换了老板了。 怎么,秦思雨不想做生意了,又回去误人子弟了。 乔昭帝开玩笑地说道, 秦老师还是有水平的,这不,我就是他的学生,出师了。 张小瑜像是说笑话一样,将乔昭帝对秦思雨不敬的话搏了回去。 这胳膊怎么了?受伤了,断了,还没好利索。 既然这样,那去杨竹县的视察你还能去。 乔昭帝问道,我不去行吗? 我虽然很想去,但是我这胳膊,确实是有困难,麻烦乔市长和领导说说情,我下次再去。 张小瑜问道,乔昭帝摇摇头,说道,这次是郭书记亲自选的这些公司,你要是不去,那就让秦思雨去吧。 反正他也是老板,能当家做主,你去了未必能和领导说得上话。 和别的领导说得上说不上话无所谓,只要是能和乔市长说得上话就行呗。 秦老师一直都记着乔市长对我们公司的关照呢。 张小瑜说道,这话说的,那可真是看乔昭帝怎么听了,张小瑜是啥意思不知道,可是很明显的一点是,美安泰的老板钱洪亮也好,秦思雨也罢,都记着乔昭帝对美安泰做的每一件事,都在一个城市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些仇怨不是不报,而是时候不到。 所以,此时的秦思雨一直都在隐忍,乔昭帝听到张小瑜这么说,心里真的是一阵吐吐。 是吗? 那就好,难得还有人记着我呢? 小张,你刚刚说其他领导的话无所谓,那徐市长的话呢? 你也不听了。 乔昭帝问道。 张小瑜一愣,自己说得够直白了,乔昭帝比自己还不要脸,这是赤裹裹的在挑事吗? 乔昭帝看张小瑜回答不上来了,笑了笑,说道,我也不是为难你,叫你来是想和你说一下。 郭书记对市政府后面那块地建成什么样? 非常关心,那是市政府的颜面。 到时候从市政大楼往后看,要是建设的乱七八糟的,领导心里肯定不高兴,所以,要市里每一家有实力的公司,都要参与竞标,还要提供规划计划。 张小瑜点点头,说道,其实,市里有实力的公司不止一家,而且有个最现成的公司,明南集团,他们不是也在建设市政大楼吗? 让他们一块建设了就完了,搞那么麻烦干嘛呢? 明南集团也会参与竞标,原来那块地是有别的用途,现在是改了规划,所以,所有的地产公司都要参与竞标,哪家公司要是不参与,那就是对市里有意见了。 那市里就得派工作组上门,看看企业对市里有哪几方面的意见,市里也好改正啊,对吧? 乔昭帝这话说的是好听,但是听起来就像是在威胁一样呢。 乔市长,你放心吧,美安泰一定会认真的准备竞标的事情,这个你放心吧。 张小瑜说道,张小瑜很无奈,但是一想到反正那么多的公司都在竞标,美安泰不算是最大的,也不算是最好的。 所以,这么倒霉的事一定不会落到美安泰头上,而且要不是康锦秀插手,他倒是真想那块地拿下来,这样也算是自己执掌公司的一大正绩。 你问好了吗?是不是真的有很多家公司都要参与竞标? 秦思雨听了这些汇报,在电话里问道,看样子是,我在让公司里的人和其他的公司核实一下,你是不是觉得这是很诡异? 张小瑜问道,是啊,我是觉得这是不怎么安生,我们现在不能和康锦秀有什么过节,我们现在要收缩,而不是扩张,对了,你听说了吗? 庞之福的钱还上了,乌林生界银行的钱也还了,都是康锦秀出的钱,你想想这事,可怕不可怕,康锦秀是个无力不起早的家伙。 他给庞之福还钱,那图的是什么?将近两个亿,要是庞之福没付出点什么东西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你打听一下什么情况。 秦思雨说道,好,我明白了,我找人问问这事,再向你汇报,你是不是觉得庞之福这次没倒了是个遗憾? 张小瑜问道,他倒是早晚的事,我的意思是康锦秀是要干什么?庞之福肯定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所以,要不然康锦秀才不会下这个本呢?估计程商行要倒霉了。 秦思雨说道,那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找找庞之福,对我们的贷款要么斩期,要么是再给我们一部分新的贷款? 张小瑜问道,趁火打劫,问题是,这个机会好啊。张小瑜阴险地说道,开始时,张小瑜以为叫醒自己的是空姐,但是没想到,慢慢睁开眼一看,居然是郭维正的秘书迪中平。 张总,醒一醒,郭书记想找你谈谈,醒一醒。 张小瑜文言一愣,努力地甩了甩自己的脑袋,呆呆地看着迪中平,好像是还没睡醒一样。 迪中平看着这家伙的样子,努力地想要把他从睡梦里叫醒,但是看他这样子,还要待一会才能恢复清醒,于是就在他旁边的座位坐了下来。 几分钟后,张小瑜总算是清醒过来了,从包里拿了一张湿巾擦了擦脸,问道,迪秘书,你刚刚说什么事? 我说郭书记想要见见你,你现在怎么样,清醒了吗? 迪中平问道,郭书记见我。 啥事?领导叫你,肯定是有事啊,具体啥事我也不知道,走吧,过去和郭书记聊聊。 迪中平说道。 张小瑜活动了一下身体,感觉清醒得差不多了,于是站起来随着迪中平向前走,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迪中平到了郭维正的身边。 郭书记,张总过来了。 迪中平会报道。 郭维正此时也在闭目养神呢,张小瑜还想着领导要是睡着了我就回去了。 但是迪中平刚刚说完,郭维正就睁开了眼睛,看了张小瑜一眼,开始时还很严肃,但是随即就有了一些微笑的意思,这让张小瑜有些意外。 不知道这位郭书记到底是什么意思。 小张,坐下说。 郭维正说道。 于是,张小瑜坐在了身后的座椅上,正好和郭维正隔着一个过道,张小瑜探头到过道里。 不经意间扫了一眼,过道里多了好几个脑袋,都是后面那些老总们,看到张小瑜被郭维正叫去了之后,都想知道出什么事了。 于是都从座位上伸出了脑袋,看着张小瑜的脑袋。 谢谢郭书记。 小张,开发区新的市政大楼后面有快递要出让,你们公司参与竞标了吗? 郭维正直接了当地问道。 正在准备呢? 还没开始。 那就是,有这个打算了。 郭维正问道。 嗯,昨天乔市长做了工作,我们原本是不想参与竞标的,我们的公司实力不行,担心吃不下,现在公司运作的项目已经让我们很吃力了,要是再吃下这么大一块地,开发的成本我们有些承担不起。 张小瑜说道。 就单单是成本的问题吗? 没有其他的原因了。 我这次出来,带了几个做地产的老总,都说成本大,资金匮乏。 担心吃不下,我看这里面的问题不是成本的问题,是有其他的问题和担心吧?没关系。 你说说看,要是政府方面能解决的话,我们可以商量,那是市政府的颜面。 所以,不得不找一些可靠的企业做,你们企业虽然比不上那些大企业。 但是你们那个利红明珠项目我,看过宣传和口碑了,非常好,也非常有创意。 接下来的房地产市场,的确是要换一个路子了。 郭维正侃侃而谈,张晓鱼除了和徐悦同谈的比较多之外,其他的领导他还真是极少接触。 但是,从郭维正说的这些话来看,他还真是一个务实的领导。 至少没有说一些大而化之的虚话,讲的都是实在问题,只是张晓鱼一直都是很警惕的。 所以,不管他怎么说,只有点头。 有人说,那块地已经内定了,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好。 迪秘书,下了飞机,给市里打个电话,让他们去查查这件事,看看是什么人在捣鬼。 这是政府的项目,不能让外人插手胡作非为,这个项目必须要公平公正公开地走招拍挂的程序,一切都做到透明,明白我的意思吗? 郭维正严肃地对迪中平说道,张晓鱼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是不说话,他记住了秦思雨的话,那就是,我们不和他们任何人起冲突,因为现在美安太折腾不起了,更不想成为别人的靶子。 所以,我希望你们公司也要积极地参与,最要紧的是,把项目的规划做好。 项目的规划也是加分项,你们拍了去想,建设成什么样,市政府非常关心这个。 你是公司的管理者,这件事你们没讨论过吗? 郭维正问道,张晓鱼要说没讨论过,这件事就显得他们公司真的没上心,虽然康锦绣不能得罪, 但是这个云海市的父母官同样是得罪不起,所以,不论是什么意见,都得说几句才行。 没有任何准备的话,也让郭维正看不起,要是让他知道张晓鱼是在敷衍,那美安太公司下一步的经营就难了。 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琢磨领导心思的狗腿子,光是这些狗腿子就能把公司给你搞垮。 现在的社会经济,增量入场不明显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活着的公司都在存量的世界里搏杀,你获得了,我就没得吃。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公司耽误几年,就意味着死亡。 这不是张晓鱼这样刚刚长出来野心的年轻人愿意看到的,一定程度上来说,张晓鱼比秦思宇更想把美安太干好。 刚刚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在市政府的后面,最适合的还是建设住宅区,其他的都不合适,要考虑到市政府办公需要安静,所以住宅区是最好的。 但是那个地方又不大,所以,建设像市政府西面的龙居园那样是不可能的,成本回不来。 所以要想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最好的规划就是建设高层,至少也得是30层以上才行。 从东到西,一字排开,三栋高层,整个小区就建设那三栋楼,剩下的空间都建成花园。 在靠近市政府街道的路边,建设一排两层的门头房,方便小区居民的生活。 同时对后面的居民楼也不会有遮光,噪音也减少到了最低点。 按照王启明说的那样,大师给郭维正的建议是,后面的这块地要建设高层的住宅比较好,可以作为市政府的靠山,而且还是居民区,人住得多了,阳气旺盛,可以阻挡北方来的煞气。 晚上回到秦思雨家里,又把和乔昭帝会面的事情说了一下,秦思雨还是觉得这是不靠谱。 所以呢,明天跟着去考察的事,你低调点,别到处出风头。 这一路上,少不了八戒郭维正的人,你跟着就行了,别靠得太近太热乎,这些都容易被人无限地解读,对我们没什么好处。 秦思雨说道, 行,我记住了。 嗯,还有件事,你要明白一点,我们这些做企业的,和政府的关系要有一个度。 知道这个度怎么把握吗? 秦思雨问道,张晓鱼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同时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学习的态度摆得很正。 有些人呢,做企业,恨不得和政府时时刻刻贴在一起,就像是黄云鹏那样的。 企业和政府几乎是结成了夫妻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虽然现在看起来是没事, 但是一旦政府的某个官员出了事,企业也别想好过,虽然好处得到的容易些, 但是也容易被拉下水,就像是钱洪亮一样,要不是贴呼得太近了,能有这下场吗? 秦思雨说道, 张晓鱼身以为然,没吱声,只是点点头,她知道秦思雨肯定没说完。 所以呢,企业和政府最好的关系是无限亲密,但是绝不结婚, 就像是,像是情人关系吧,可以亲密,但是没有太多手续上的束缚,这样的话,就算是有大的问题,也不会伤筋动骨。 明白我的意思吗? 秦思雨问道, 这关系够有意思的。 张晓鱼说道, 说得简单,操作起来很复杂,就像是你现在和徐月彤的关系。 你说,这是什么关系? 秦思雨问道, 我发誓,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不过他前几天又说了一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办呢。 张晓鱼说道, 啥事? 秦思雨问道, 他说,这几年云海市要进行大规模的拆迁,要我组建一个拆迁的公司,到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你说,这是不是太明显了?张晓鱼问道,那你说呢?你为他代理了秦岛的化工公司,我问你,你把钱给他了吗? 秦思雨问道,还没分钱呢?我哪有钱给他?说的是,那这个公司赚的钱,怎么分?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完全可以和他说一下,挂在美安太名下,这样会显得正常点。 城市拆迁,你就成立一个公司,然后承包了所有的拆迁项目,你当别人都是瞎子还是傻子。 秦思雨问道, 也对,那我抽个时间和他说一下你的建议,不过我倒是觉得,你现在反正也不在公司上班了,倒是可以时不时地和徐市长见个面,吃吃喝喝,聊聊天。 他在云海还是挺孤独的,作为女人,你的优势比我大多了,我在明面上主持公司的时,你可以和他打成一片,要是能做了闺蜜,就更好了。 张晓鱼说道,如果熟悉了,缴获得多了,那不成了夫妻了。 秦思雨问道, 你们谈闺蜜感情好了,我和他谈生意,这样分开来做,或许能好点。 张晓鱼说道, 秦思雨摇摇头,这都是自欺欺人的把戏,你和他走得够近了,所以,我就没必要再和他走得那么近,你自己把握就行,把我说的这些记下来,好好想想,明天要早出发,早点睡,我去洗澡。 对了,江海听到云海了,和李文英在一起呢?住在了李文英在记者村的那个房子里,你不想去看看他吗?回来再说,我现在哪有时间理他?张晓鱼说着,站起来走向了他,伸手揽住他的腰肢,但是手好像是没力道似的,越来越往下,一直到一处高秃的肉丘上,这才使出了他全部的力道。 杨冰将张晓鱼送到了机场,把东西给他拿下来,本来是想送他进去的,被张晓鱼拦住了。 这段时间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喝酒,好好聚聚,好久没和我师父喝酒了,想他了,他现在忙,你多帮着点。 张晓鱼说道,没问题,回头我和他说一声,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来接你。 不用了,回来时肯定有车接,你走吧,我进去了。 张晓鱼说道,黄云鹏来得最早,已经在贵宾市等着了,看到张晓鱼进来,说道,来这么晚,昨晚没少折腾吧。 看着黄云鹏那玩味的表情,张晓鱼坐过去,小声说道,折腾啥呀? 一夜没睡好,就想着昨天下午乔市长给我上课的事了。 上课?他说啥了?提起乔昭帝,黄云鹏来了精神,他以为乔昭帝会和张晓鱼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 但是听到张晓鱼说了一遍,索然无味。 你说,那块地有啥用?还说是市政府的脸面,既然那是脸面,交给像黄总这样的公司建设多好。 你在那里也有工地,这样一来,只是挪个地方而已,该怎么建设就怎么建设。 省了多大的事,为啥偏要我们这些小公司投标呢? 张晓鱼摇摇头,表示不解。你放心吧,他们只是让这事做得不是那么难堪,所以呢,你就是想,也轮到你。 乔市长没少做工作,你操那么多的心干嘛,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别的事自然是有人去做。 黄云鹏满不在乎地说道。 张晓鱼点点头,觉得黄云鹏说得对,但是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只是这种不安的情绪没有过分地蔓延而已。 这不是张晓鱼第一次见到郭维正,但是这么近距离的,确实是第一次。 按照秦思雨的意思,张晓鱼躲在了最后面,在陆续来的这些老板里面, 果然是都急不可耐地上前和郭维正打招呼请安, 但是张晓鱼一直都躲在黄云鹏的背后。 有黄云鹏这么高大的背影挡着,相信自己这一路当个缩头乌龟是没问题的了。 登机后,张晓鱼独自一个人坐在一排座位的后面,飞机上没有坐满, 昨晚的确是没休息好。 他现在是昏昏欲睡,在飞机平飞之后,他终于忍不住了, 沉沉睡去,直到被人叫醒。 开始的时候,郭维正没有任何的表情,就听着张晓鱼在那里小声地说着美安泰的规话。 但是等到张晓鱼说完之后,他就点头说道, 回去之后,小张,你把你们这个规划形成书面的东西交给狄秘书, 我要看看书面的规划。 张晓鱼一愣,自己胡乱说说的, 你要书面的东西,老子上哪给你弄去? 但是人家也给时间了,那就是等回去之后交上去。 所以,此时张晓鱼忽然感觉自己好像是上当了, 这么轻易地把规划都说了出来, 这个项目是不是铁定要落在美安泰头上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秦思雨怎么会饶了他? 张晓鱼文言只是点点头, 接着郭维正说道, 这个项目很重要,我会让狄秘书一直关注。 像我汇报情况,我还是希望你们公司也要积极参与竞标。 可以说,这个项目是市政府的配套设施, 要尽快地建设起来,总之不能比市政府的建设完。 到时候市政府投入使用了, 后面还是个大工地乱哄哄的不好。 张晓鱼还是点点头,郭维正就没再提项目的事情, 他暗暗松了一口气,想着自己可以走了吧, 但是郭维正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张晓鱼如坠冰叫。 小张,我听说你前段时间去了一次湘岗,对吧? 郭维正问道。 张晓鱼点点头,说道,对,去了一次。 市政府西南角那个人工湖挖得差不多了, 现在有人要打那块地的主意, 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你? 郭维正说这话的时候,根本没看张晓鱼, 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后背凉嗖嗖的。 这个消息到底是谁泄露出去的? 他们在相刚见面的事,可就是几个人知道,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现在那个地方坑都挖好了, 建设酒店和购物中心正好合适, 连土方都不用挖了, 你们打得好主意啊。 郭维正说到这里时, 斜了一眼张晓鱼。 郭书记,这里面没我啥事, 我就是跟着听听看看, 我一没出钱,二没出人。 是吗? 可是我怎么听说这几个人里有人要你做代理人呢? 而且,这个人在秦岛做下了不少违法的事情, 劣迹斑斑, 你给这么一个人做代理, 小心把自己栽进去。 郭维正冷着脸说道, 张晓鱼点点头急忙说道, 是是是, 我一定注意, 不会做他的代理了, 这一点请郭书记放心吧。 郭维正看到张晓鱼成惶惶惶惶的样子, 接着说道, 年轻人做生意想要赚钱, 这是好事, 但是这聪明劲要用到正道上, 否则的话, 一个不小心就会遗恨终生。 张晓鱼美感之声, 就这么被郭维正讯了一通之后, 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在这架飞机上, 没有一个人是傻瓜, 所以, 此时看到张晓鱼回去之后, 黄云鹏过了一会, 借着上厕所的机会, 坐到了张晓鱼的身边。 怎么样, 挨训了吧? 黄云鹏问道, 你怎么知道? 张晓鱼奇怪地问道, 哎, 你光顾着睡觉了, 我们这些人早就被训过了, 别当回事, 领导就是领导, 忙得很, 下了飞机, 他就不记得你是谁了, 对了, 是不是和你谭氏政府后面那块地的事了? 黄云鹏问道, 对, 鼓励我们公司要积极竞标, 你说我们要是不竞标, 他会不会迁怒于我们公司? 我们老板秦总说了, 坚决不和康总抢, 但是看领导这架势, 好像是不愿意把地给康总呢。 张晓鱼问道, 你这不是废话吗? 康书记和郭书记闹得多僵, 你不知道吗? 康锦秀是谁? 那是康书记的儿子, 郭书记要是肯把那块地 这么轻易地给了康锦秀, 那他的脸王哪歌? 这事啊, 你我都不宜掺和。 我知道啊, 但是你看看这架势, 昨天是乔市长, 今天是郭书记, 都逮着美安太不放, 我们也不想, 但是臣妾做不到啊, 你说我们能得罪谁, 我们还敢得罪谁? 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张晓鱼叹口气说道, 是啊, 这就是我们生意人的难, 没办法。 还有件事, 黄总, 我们在香港开会的事, 郭书记也知道了, 还说了购物中心和酒店的事情, 他是怎么知道的? 张晓鱼问道, 黄云鹏笑了笑说道, 你以为这会是秘密吗? 那我问你一件事, 陈渊伟是谁? 他老子是不是明南集团的老总, 那明南集团是奔着谁来云海的? 是不是郭书记? 笨蛋, 这不就结了, 事情都是很简单, 就看你有没有脑子, 所以, 有陈渊伟在, 那个项目应该是错不了, 问题是怎么操作, 现在规划都改了, 还能改回去? 我说呢, 我们在香港开会的事情, 是谁泄露出去的? 你这意思是陈渊伟了? 张晓鱼问道, 差不多应该是他, 乌林生不可能, 我也不会, 你更不会, 所以, 除了陈渊伟, 还能有谁呢? 黄云鹏问道, 看来这世界上, 还真是没有啥秘密啊, 张晓鱼说道, 黄云鹏看了看他, 问道, 你最近和陈辰感情怎么样? 还行吧, 很稳定, 怎么了? 张晓鱼疑惑道地问道, 没事, 最近他姐姐, 就是我老婆有没有找过你? 黄云鹏问道, 张晓鱼感觉黄云鹏问的这些问题都很蹊跷, 于是说道, 蓝姐找我干啥? 没有, 她要是找我, 一般都是通过清晨找我, 说啥事也都是清晨转述, 从来没直接找过我, 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感觉你姐最近有些不正常, 神神叨叨的, 我怕她出事, 所以问问你, 没找过你就算了。 黄云鹏说道, 不会吧, 我上次去你家吃饭, 看着蓝姐挺好的, 没啥事啊。 张晓鱼问道, 嗯, 你们看着是没啥事, 但是我还是有些担心, 对了, 你和晨晨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黄云鹏问道, 结婚? 你没听尹清晨说过吗? 她是个不婚主义者, 还说, 看你现在和蓝姐闹得鸡飞狗跳的, 她对婚姻没啥兴趣了, 就这意思。 张晓鱼说道, 黄云鹏文言盯着张晓鱼看了好一会, 才说道, 你小子是胡说八道的吧, 这和我们有啥关系? 是不是你小子一直都没结婚的意思啊? 我可是听说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这是传得很广, 你自己没听说吗? 张晓鱼拿起空姐发的小蛋糕, 用嘴撕开, 边吃边问道, 啥? 没听说呀? 什么事? 外面都在传, 你小子不地道, 钱洪亮的事情和你有关系, 而且现在你和秦思雨搅和在一起, 人家传得可是有鼻子有眼的, 你敢说你没有? 黄云鹏小声质问道, 有证据吗? 这些没影的事, 都是那些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人瞎胡扯。 张晓鱼说道, 那我问你, 你要是和秦思雨没关系, 他会把公司交给你经营吗? 单单这一点, 你也不想想, 你何德何能? 外面说, 啥的都有, 说秦思雨这是被你这个小白脸迷住了, 所以才做出这么疯狂的事情来。 平心而论, 你说你才进程多长时间, 你有能力管理那么大一个公司吗? 黄云鹏问道, 所以呢? 所以, 是不是秦思雨不让你和尹清晨结婚? 黄云鹏问道, 张晓鱼笑了笑, 说道, 黄总, 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 我这点事, 我自己能搞定, 结婚不结婚这事, 我自己一个人, 说了也不算不是, 我是在替你小子着急, 就你这样的, 要是能娶到尹清晨这个大学老师, 你还想啥呢? 你祖上积德了懂不懂? 黄云鹏说道, 张晓鱼点点头, 说道, 你和我说这些没用, 这是在尹清晨不在我, 不信你回去问问他。 黄云鹏没话说了, 张晓鱼也曾和尹清晨说过这事, 但是尹清晨不同意, 那时候张晓鱼还觉得自己配不上尹清晨, 现在也是, 人家是什么层次的人, 自己是什么层次的人, 心里没数吗? 再说了, 我和他的事, 我总觉得吧, 他看不上我, 你说我要是还贴呼得这么紧, 这是不是不太好? 所以, 我就不敢问了, 张晓鱼说道, 黄云鹏看看张晓鱼, 看这小子的表情, 不像是在说着玩, 于是小声问道, 那你告诉我, 你们两人的关系怎么样, 我说的是房氏关系怎么样。 黄云鹏说这话的时候, 张晓鱼分明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放光, 所以, 此时他觉得黄云鹏这小子没安好心呢, 还行吧, 挺和谐的, 怎么, 你和我拦截不和谐吗? 张晓鱼反问道, 问你呢, 拐到我身上来干嘛? 既然是挺和谐的, 那就没问题, 回去你问问他, 啥时候能结婚, 我给你们办, 啥都不用你操心, 怎么样? 黄云鹏问道, 张晓鱼文言一愣, 看着黄云鹏, 错过去投小声说道, 黄总, 你要是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 咱没必要这么复杂, 你还不了解我, 我这人简单, 做事也觉得简单点好, 所以呢, 你是不是有啥事求我? 张晓鱼有些得意地问道, 求你个屁, 我这不是和你兰姐的关系紧张吗? 现在你兰姐心里唯一的心思, 就是他这妹妹的婚事了, 我帮他把这事办了, 讨好一下他。 黄云鹏说道, 黄总, 我说句实话, 你说的这是贼不靠谱, 你要真的想把我兰姐的心收回来, 还是要好好对他, 至少你和乔市长要拉开距离, 他有赵军阳了, 你还凑合啥? 实在不行, 再给他找一个帅哥也行啊, 再退一步讲, 你的工地上, 那些肌肉腱子哆嗦的民工, 找个能控制得住的, 只要是他用上一次, 保证就把你忘了, 你手下那么多年轻力壮的民工小伙子, 还用你亲自上马, 太累了。 张晓鱼小声说道, 张晓鱼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是眼睁睁地看着黄云鹏的眼睛, 一步步变大的, 到了最后, 那真是瞪成了牛眼, 但是最后, 张晓鱼一句话就把他对死了, 黄总, 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们有感情, 卧槽, 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兰姐差点自杀身亡, 你还相信你们有感情呢, 前几天我见赵军阳了, 小伙子瘦的, 哎, 不说了, 我相信该怎么办你心里也有数了, 还是你厉害, 黄云鹏竖起大拇指说道, 不是我厉害, 是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那啥, 你的工地上要是不好找的话, 从我公司那边, 工地上我也可以帮你留心一下, 只要是你肯出钱, 什么样的找不到,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好处, 对吧, 你只要想买, 就一定有卖的, 张晓鱼说道, 之前黄云鹏没和张晓鱼深聊过, 聊一些事的时候, 也只记着给张晓鱼挖坑了, 但是这一次在飞机上的闲聊, 让黄云鹏再次认识了, 这小子能在短时间内混到这个地步, 不是平白无故的, 所以对张晓鱼不由地高看了一眼, 而且他之所以这么急着让尹清晨和张晓鱼结婚, 也是因为那天尹清兰说的一句话, 那就是他和黄云鹏说好, 要是黄云鹏还在外面胡来, 就给他戴绿帽子, 而且在他们的房市进行的时候, 尹清兰特意提到了张晓鱼, 不用说, 张晓鱼的那些事都是尹清晨告诉他姐姐的, 这让黄云鹏非常恼火, 要是瞒着自己, 他们姐妹俩真的和张晓鱼搞到了一起, 那自己到时候真是没地方哭去了, 本身尹清晨被张晓鱼拿下这时, 他就一直耿耿于怀, 自己的小姨子这道菜被人端了, 好像是自己面前的一道菜, 自己刚刚伸筷子, 结果有人转桌子, 问题是这桌子对方还不转回来了, 直接打包带走了, 你说, 气人不气人, 下了飞机, 是杨竹县方面派人来接的, 还有省里的一位领导也出面了, 这都是官场上的事, 张晓鱼懒得搭理这些事, 就跟在黄云鹏的身后, 人家怎么走, 自己就怎么走, 不过这里和云海相比, 倒是显得凉爽很多, 因为这里地处南部边陲, 属于高原气候, 这里空气和温度还行啊, 多住几天, 张晓鱼问黄云鹏道, 算了吧, 这里表面上看还行, 其实不是多安全, 离边境太近, 我听说这里有富豪被绑架出境的, 然后要赎金, 不给的话, 一根竹筷子插在背上, 从上到下滑下来, 嘖嘖嘖, 惨不忍睹, 黄云鹏说着, 打了个哆嗦道, 下了飞机, 张晓鱼只得向秦思雨汇报在飞机上发生的事情, 因为是在一辆中巴车上, 车上还有其他的人, 所以, 张晓鱼只能是戴上耳机, 听秦思雨发来的语音, 不时地发文字信息请示他, 但是很明显, 秦思雨还是坚决不同意掺和这事, 秦思雨也说了, 这是不单是生意上的事, 这背后, 还有政治上的问题, 那就是, 郭维正很可能会因为这事, 和省委副书记康文东之间发生一些问题, 作为一个生意人, 秦思雨可不想参与到这样的斗争中去, 张晓鱼, 那你的意思是不让公司准备规划设计材料了, 不汇报, 秦思雨回复道, 这是你汇报了, 万一中标怎么办, 我们竞标时差不多就行了, 那么多的公司, 没必要出这个风头, 飞机上的事忘了吧, 领导事情那么多, 那么忙, 哪有时间记得我们, 放心吧, 没事, 张晓鱼, 那好, 我这几天离他远点, 看不到我, 也就想不起来我, 黄云鹏看着张晓鱼在后排座位上若有所思的样子, 再加上他不时鼓刀手机, 就知道他在汇报工作, 这也印证了黄云鹏的猜测, 秦思雨虽然是表面上不管公司的事了, 但是公司的重大决策是不会放手的, 张晓鱼打开手机查看着杨竹县的地图, 这里地处大山, 紧邻边境, 看上去真是穷得只剩下山了, 汽车在山窝窝里转来转去, 张晓鱼感觉自己都要转晕了, 在看车上的这些老板们, 一个个无精打采, 哪像是来考察投资的大老板呢? 就这地方, 砸下去多少钱都不带冒水花的, 张晓鱼向前坐到了黄云鹏的身边, 小生说道, 是啊, 问题是哪来的钱, 虽然我们这些老板有点钱, 但是这赔本的买卖谁乐意做, 那就看郭书记的手段了, 说实话, 这个县, 没有几十个亿的资金扶持, 别想见效果, 越往前走, 我这里越凉啊。 黄云鹏说道, 车上的人都是这样的心思, 但问题是谁也不敢说, 虽然此时郭维正不在这辆车上, 但是郭维正的秘书迪忠平, 可是在这里监视着大家呢, 还有杨竹县来迎接的领导, 看着这些大老板们, 眼睛里都冒着蓝光, 不时地在向大家介绍杨竹县的特产, 和好玩的地方。 各位老板, 来, 喝点水, 这是我们本地的山泉水, 水是好喝, 但是因为没有资金做宣传, 所以, 这么好的水卖不出去, 各位老板走的时候, 我们一人送一箱, 给你们寄回去。 杨竹县县委办主任在车上亲自为大家发了矿泉水, 张小鱼接过来之后, 问道, 杨主任, 你们这矿泉水有啥特殊的? 没有任何的污染, 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因为我们县基本是没有工业的。 这水呢, 是雪山上融化后的水, 所以, 除了可能内地刮过来一点雾霾污染之外, 基本没任何的污染。 说白了, 这水不用做任何的处理, 直接在河里捧起来, 喝都不会拉肚子。 县委办主任杨洪和说道, 要是这样的话, 那是挺好的。 这么多年, 你们这里的旅游搞得怎么样? 有没有旅客来这里旅游的? 黄云鹏问道, 旅游是有的, 问题是, 我们这里的交通不是很方便, 所以一到冬天, 这里基本就没人来了。 就算是做生意, 我们这里也只能是赚半年的钱, 这些都是事实情况。 我得如实向各位老板汇报, 我们是很期盼大家的投资, 但是我们不能坑害各位老板, 这话可不要说出去, 否则, 我就要吃板子了。 杨洪和笑笑说道, 家作者, 1326350598, 不管怎么样, 这位杨主任的实在大家还是看到了, 所以, 对他的好感也就多了一些, 这些老板们是被拉来放血的, 所以, 一路上都是忧心忡忡, 打好了要破财免灾的准备, 所以, 警惕心是很强的, 但是这位杨主任的话让大家觉得这里的人还是很真实的。 不像是有些地方, 投资之前恨不得叫你爹, 但是投资落地, 关门打狗, 咽过拔毛, 大小衙门, 哪个衙门都要伸手, 投资落地啥事都没干呢, 就要被扒一层皮, 所以, 现在某些地方, 就是哭爷爷叫奶奶的去各地找投资, 也没人敢来投资, 名声坏了, 你就是建一个金鸟窝, 也再难引来鸟了, 最后就成了鸟不拉屎的地方了。 各位老板, 我们这里有一道名吃, 各位到了之后, 我一定请大家吃的, 这道菜叫全驴宴, 我们这里多山, 牲畜多养驴, 负载多, 耐力好, 所以, 你看这山上收桩架时, 基本都是驴在负在运东西, 前几年, 我们这里的驴, 都被山东熬鳄娇的收光了, 后来我们这里发展养驴业, 还是我们本地的土驴, 所以呢, 这些年驴又多了, 到时候请大家吃, 保证大家吃了回去之后, 龙惊狐猛, 家里婆娘都要投降了。 杨洪和说完, 一车人大笑起来, 总算是把大家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 这样主任当得也真是辛苦, 哎, 真是羡慕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人上了年纪, 真是不行了。 黄云鹏小声对张小鱼说道, 张小鱼一愣, 扭头问道, 不会吧, 是家里红旗不满意了, 还是外面的采旗有意见了, 据我所知, 黄总在公司里也种着花泥, 还不止一盆吧。 黄云鹏一愣, 问道, 你胡说什么呢, 谁胡说的? 这事呢, 是尹卿尘告诉我的, 尹卿尘是从哪听来的, 我就不知道了, 有可能是你家里的红旗说的, 这红旗不倒, 但是也看到你做的啥事了, 我不信就没对你发难。 张小鱼问道, 黄云鹏杂巴了一下嘴, 说道, 老弟, 听歌的, 在这世上, 千万不要犯错误, 得不偿失啊, 你看我弄的, 现在是灰头土脸, 你蓝姐对我鼻子不是鼻子眼, 不是眼的, 还威胁我要出去找其他男人呢, 吓得我现在每天都绷着神经呢。 哎, 他吓唬你的吧, 怎么可能呢, 以后你老实点就行了吧, 再说了, 我觉得蓝姐也不是那样的人, 这是他干不出来, 你咋知道的? 黄云鹏问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